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我首度向大家公开我在美国住所 这来说是我租的公寓 一个温馨又充满爱的地方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观观一下吧 首先这里是进门的地方 我放了一个温馨的鞋垫 右手边的挂钩上面挂着各种类型的钥匙 钥匙的上方还有可爱的一户 一进来这是厨房的区域了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然后这里是一个中导 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会在这里吃哦 这套一轮的茶杯是我在打的垫头的 下面那个红色的隔温垫子 也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我非常喜欢这样来固执我的厨房 旁边这棵红色的圣诞树 是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在宜家买的 因为我们是苏的房子 所以在时没有买大的圣诞树 一家上的这些吸铁盘是装香料的收纳盒 然后下面我会放了一些出去玩的明信片啊 还有派利德的照片 厨房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电针锅了 因为每天攒起来我都可以用这个蒸一些大蛮头牙大包子的 然后呢也不用手在那里 然后自动到了时间它就会停 这个木头盒子呢我觉得特别的可爱 它其实是用来装啤酒的 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格层可以给我用来装一些 比如说这个是义米吧 义人对 然后这个是绿豆 然后我还会装一些桂花粉什么的 旁边就是我的电饭锅了 然后这里就是我的灶台了 它是电的哦 下面这个是洗碗机 它正在工作 接下来这一天呢就是我的办公区啊 我平常就会在这边装修我的店铺啊 或者是整理上心 然后修图或者是剪视频 放编的区域呢我放了四个收纳符合 第一层呢上面写的是sanitary 主要是放一些文具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博画 我先来把它挪开 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收纳的 里面放的就是一些日常用的文具啊 或者是一些手工用品 然后第二层呢我放的是一些handcraft handcraft也就是我另外的一些手工的配件 还有supplement是一些数据线啊 或者一些电子产品的周边之类的 然后最下面就是others 就是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会归为一类哦 好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桌子啊 这个是我们家里的一个mine哦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唱歌 所以有时候会一个人在家里自娱自乐哦 然后就是我的洗手间啦 我的洗手间上面放着一个 可爱的金色的一个小托盘 然后上面会放着一个蜡烛 一般我在厕所里面 如果呼呼的话会点上 这样会比较放松 然后上面会放着一些 我日常用的比如说西装油呀 爽肤水呀还有洗面奶 然后这边就是浴缸啦 我特别喜欢我买的这个软软的脚垫 这个是在美国costco买的 然后呢这个浴连也是我挤搭配的 在target买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简单的字母 没有很复杂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种比较欧式的感觉 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的卧室区啦 床旁边的这个角落是我精心设计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黄色的小桌子 上面摆放着一个黑色的薰香蜡烛 还有一个鸟龙形状的灯 床的另外一层也有一个温馨的角落 上面摆放着一些我睡前喜欢越南书籍 还有这个粉色的薰香蜡烛 另外还有一个米妮的小夜灯 我夜间的一些保养品全部都放在这个小抽屉里了 非常的方便哦 好了接下来就让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化妆区 我要特别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旋转的收纳盒 它里面装了很多我的化妆工具哦 然后这个小拖盘是用来装我的一些迷迷的小香水的 然后柜子上这个金色的手势盒呢 是用来装我的一些比较大的 或者是日常要戴的一些耳环 我非常喜欢这种金色的透明的手势盒 上面放着一个复古的墨子 然后下面这个亚克力的架子上面 收纳了我日常用的一些口红哦 然后左边的这个区域呢 也有一个亚克力的盒子 上面放着一些我买的比较大一点的眼影盘 然后这边呢是装着一些指甲油 还有一些暂时没有用到的化妆品 然后这个呢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个刷具的收纳筒 这个非常好 因为它不会让刷具沾到灰哦 然后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的梳妆台的这个抽屉 它是带有收纳功能的 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很整齐的 并且分类的放好哦 然后这个耳环的收纳海绵格子 是我单独从container store买的 然后放在里面用来收纳我的小耳环啊 还有小的首饰之类的 好啦最后就是我的衣橱啦 美国都是这种walk-in closet 然后今天的我的apartment tour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看的喜欢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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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olm 我会加一个低糖烟麦 蒙文 我买2个 这个是蛮美味的 然后呢 这个是 ell 就是矼调水果杯 然后这个是透焖的方法 好 去买一些新鲜的 然后再碰点鞋子 然后再碰点鞋子 好 今天的健康早餐就做完了 那我们要开吃咯 要来听到我们的鲜鲜蛋的鲜鲜 要吃个杯 吃酸奶吃个杯 好啦 我们要开吃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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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e the long way home 像 rot